哇哦 又排到杨大侠了呀 杨大侠真的有钱啊 竟然又拿下了第二个三千捡啊 如果我没有猜出的话 调像师的虚幻节奏他给你也有吧 这把的监管是女巫啊 开局抓前锋 你见过这种女巫吗 那前锋嘎嘎 你加油六吧 但是时间好像还不太够啊 三海鸡没有点亮直接倒了 这种局啊 正常来说大概是能保平的 但监管是女巫难度就有点大了 你们看啊 前锋上椅子之后 女巫就开始控场手电机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走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肯定是前锋的信徒啊 本下前锋会拉走的 果然啊 祭司救下前锋之后 这个信徒啊 直接就被拉走了 我们可以继续修了 接着和祭司啊 配合一起再次救下前锋啊 然后你们看这里啊 我靠 差点白给了两刀呀 自己把自己给卡住了 真是大无欲世界了 幸好信徒被拉开了 接着我们三个人把状态补满了 前锋飞天了 准备来打运营啊 正常来说 三人开门站 想要三跑 监管也是女巫啊 难度是非常大的 那你们看看我和杨大侠的默契配合吧 我是直接压门的 女巫寄生了祭司 说明正在追她 我大门开好的时候 杂技被击倒了 此事如果是你啊 你会怎么做啊 我给你们两个选项啊 一个是进入到大门里面去啊 如果女巫过来了 你就走啊 第二个是离开大门啊 寻找机会啊 就魔术石啊 不要被逼走啊 三秒钟的思考时间啊 好的 我选第二个 因为祭司那边肯定没有开门 为什么呢 他被寄生了 女巫肯定会管住他的 如果我走了 这把大概率是杀一杀啊 但如果不走吸引一下火力 也许情况就不一样了 大家也可能会说啊 你们看啊 杨大侠的祭司意识也很好 他没有说一直在那边啊清除信徒啊 也没有去偷那边的门啊 而是选择大胆的来偷杂技演员啊 这可不是一般人啊 能做到的啊 我也是一高人两大 直接一摸假动作骗到了女巫啊 杂技被祭司偷走之后 剩下的事情我们就基本上办不到了 除非能溺出一刀斩结束啊 所以我直接走了 然后你们看 祭司和杂技啊 最后也是成功三跑 这种配合就打得很舒服 有没有 因为大家的意识都很到位啊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我出来吸引女巫的火力啊 祭司那边去偷门还被信徒击倒了 然后我又救不下人 那就真的是悲剧了 ok 说了是经常会更新的这种意识教学 想提高定位人格技术 意识的记得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